所以其实像先前一开始大家所讲的说 搭这个私家车的这个争议的部分 会不会有所谓的贪污或者是收费的问题 我想昨天我也已经跟我们新竹市政府的阵风处出事 我会管给这个司机大哥的这个证据 那至于房子的部分 其实我也说过 就是其实这个部分的租屋是在我的朋友这边李先生来处理的 其实对于我来说我自己是住在新竹市15年的社区大楼 那这个部分的话当然我想后续的话当然我也会请他 如果有机会的话在这个部分的一些租约或者租赁的部分 因为毕竟我不知道是廉政署或者是征风处或者是地检署 如果说已经有做一些相关的告发 那他一定会进入调查的程序 那我相信他也会将他租的这个租赁的这个事情 我相信也会来跟相关的检调人员或者是相关的一些人员 会来做一个报告 所以我觉得这一块请大家就让我们这个案件 如果说是已经进到相关调查程序的话 就请大家让这个事情可以有一个 纯净的一个空间去做一个处理 最后也讲一下就是 自己在经历过这一些事情之后 其实我也更深自的检讨 我自己在过去可能不管是在学业或者在就业上 可能一直以来就是希望把事情做好 在专业的领域上面全力的拼 但是可能在确实处理人的事情上面 也许处理事情之前也许处理人的心情是更加的重要 那我想今天的资策会的这个著作权的开庭 那也很感谢说法官其实在事前就将双方的一些相关的书状 都非常仔细的看过 所以今天的过程相当的顺畅 那也定下了后续调解的时间 那接下来应该是会先看调解的这个部分 有没有机会双方可以达成协议 让这一个从选举当中跑出来的一个事情能够有一个双方圆满的一个结局 那最近其实有很多的一些事情 我也想跟社会大众就是再次的说声不好意思 因为其实我知道现在是一个总统跟立委大选的时间 那因为我个人的许多的一些事情 一直在占用到很多的一些媒体版面 那也还是说希望说后续可以尽量的回复到 在总统立委大选的时间里 大家应该比较关心的是总统候选人的政见 或者是一些真正影响到非常大众的巨大的利益的一些事件 包含像是最近爆出来的一些像超市的蛋的问题 进口蛋的这个50万可以进口蛋的这个 肯定是一个商业奇迹 那还有包含像是绿能的电金的这一些事情 其实都还是大众也需要一个答案 所以我希望说在我的部分 那大家也知道包含像是廉政署 或者是今天我也看到像新竹地检署 也已经开始进行一些相关的调查 那我昨天也完成了新竹的市政府的阵风处 所有的一些面谈跟调查 那我也出事了 我在搭乘我的司机 他如果用私家车来载送我跑公务行程的时候 那其实我都有汇款给他的这个证据 那个李中平先生的事情要不要再跟你讲 不好意思 所以其实像先前一开始大家所讲的说 搭这个私家车的这个争议的部分 会不会有所谓的贪污或者是收费的问题 我想昨天我也已经跟我们新竹市政府的阵风处出事 我汇款给这个司机大哥的这个证据 那至于外界所说的这个市俗亭的部分 真的是一个乌龙爆料 因为市俗亭那一台白色的Infinity 它只是停在我们市府的停车场 它其实完全没有再送过我 而且我也没有搭乘过它的这台车 所以我觉得对于市俗亭当时是发言人 我其实也觉得很不好意思把它卷入这个风波 但是他也已经对相关就是这些不实的事情的 这些造谣的人已经也提出了告诉 所以我想这个部分的话就近代这个阵风处的相关的一些报告 应该可以还大家一个清白 那至于房子的部分 其实我也说过了 就是其实这个部分的租屋是在我的朋友这边李先生来处理的 其实对于我来说 我自己是住在新竹市15年的社区大楼 那这个部分的话当然我想 后续的话当然我也会请他 如果有机会的话 在这个部分的一些租约或者租赁的部分 因为毕竟我不知道是廉政署或者是征风处 或者是地检署 如果说已经有做一些相关的告发 那他一定会进入调查的程序 那我相信他也会将他租的这个租赁的这个事情 也会来跟相关的检调人员 或者是相关的一些人员会来做一个报告 所以我觉得这一块请大家就让我们这个案件 如果说是已经进到相关调查程序的话 就请大家让这个事情呢 可以有一个纯净的一个空间去做一个处理 那我能够回应的部分 我其实都已经多次的运用声明稿来跟大家来说明 那最后是包含像是一些人事的部分 那昨天我也已经说明了 其实所提到的这个跨年的事情 真的新竹市跟新竹县政府 我跟杨文科县长 我们已经打成共识 就是在今年我们其实不会办跨年的活动 所以更没有所谓的外界外人可以去干涉 或者喬事情的空间 所以我想这些所有的事情 我也跟阵风处强调 接下来阵风处会议 我昨天是跟阵风处长提到说 希望能够在三天之内约谈我们新竹市政府 包含局处首长 包含是我们的这些集药秘书 来了解一下说是不是有接触的一个状况 所以这个大概都已经在声明稿 有跟大家说明过 所以今天只是在跟大家再说明一次 那也非常谢谢社会大众的关心 但是希望还是能够回归到 胜策的讨论或者是市政上的讨论 而不是在这些事情上面 一直在发展大家的版面 真的觉得很不好意思 最后也讲一下就是 自己在经历过这些事情之后 其实我也更深自的检讨 我自己在过去可能不管是在学业 或者在就业上 可能一直以来就是希望把事情做好 在专业的领域上面全力的拼 但是可能在确实处理人的事情上面 也许处理事情之前 也许处理人的心情是更加的重要 那我自己也在这一段时间 经历过这些事情之后 我也虚心的检讨 我也希望说能够后续 能够因为这些事情的历练 自己能够有所成长 所以非常感谢大家 那关于之后的案件 我也希望能够尊重我们法院 法官他们的审判 那我相信法官们会依据客观的事实证据 公正的做出审判 那所以请还给地方法院法官们 一个纯净的办案空间 我是赖清德 欲祝三立新闻网 十周年生日快乐 大家好 我是新北市长 何友余 恭喜三立新闻网 十岁了 祝三立新闻网 生日快乐 祝三立新闻网 十周年生日快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